这两天在重庆某咖啡店门口 几位执勤民警借着门口没人的位置吃口饭 遭店家驱赶的新闻备受关注 这让很多人都难以接受 其实不论事件是真是假 咱们民警平时的工作风里来雨里去 辛苦程度有目共睹 我们来看一看 同乡公安干警执行任务时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这是我们同乡公安千里奔及去抓捕 饿了我们在服务区这样吃困了 我们在服务区这样睡 买不到坐票我们也可以这样 在执勤点上吃饭我们还有这样这样和这样 2022我们的新年愿望是 在我们执勤的时候 希望能有一张椅子能坐下来 是我们自带的合伴 为了不让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公安干警在执行任务 比如侦查追逃或抓捕的时候 是十分辛苦的 很多时候吃饭睡觉都顾不上 他们的付出和辛苦是我们平常人所很难想象的 因此多多理解善待他们才是我们最起码应该做到的